城管的活不好干 吃力不讨好 你要是没人干的话 人手不够又该怎么办 前两天贵州省贵阳市报出了这么一条新闻 说贵阳市关山湖区正在进行拆尾行动时 强迫当地贵阳贵航技工学院的学生穿上警服冒充特警 参与强拆 关山湖区政法委立刻站出来辟谣 说当天参与拆尾的人员都是公务人员和保安 没有学生 有些话显然是说早了 昨天贵阳市政府发布公告说 当天参加拆尾行动的2671人当中 确实有837人是当地的大学生 但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贵州航空工业技师学院 并没有学生参与 这事已经不是个例了 据记者了解 学生参与拆尾几乎成了贵阳大规模拆尾的常态 一般得到了说 明天有大型活动需要安保 类似于这样的通知 学生就知道是去拆迁的 做一次能证五六十 说白了就是请学生当拆尾的人肉背景和群众演员 目前贵阳市纪委已要求 关山湖区委区政府做出深刻的书面监讨 免区区政法委书记 区城管局局长等人职务 但是我更希望了解一下当地拆迁的模式 为什么拆迁需要这么多人呢 甚至请学生充人数 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拆迁中冲突平平 看来当地拆迁的思路和模式 更需要深刻检讨 没关系